下一个故事吧 太甲曰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书经太甲篇说 天造的灾孽还可以逃避 自己造的灾孽就难以避免了 幸福和祸患都是自己招来的 自找的祸患 自己造的孽 只能够自己承受后果 老师 请你再说明白一点 人生之中总会有幸 也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水汗病疫的灾害 就是所谓的天作孽 还可以用人力去抗拒和逃避 但是如果自己犯的错 就要受法律的制裁 社会的批评和良心的责备 是逃避不了的 梦子认为 人性本善 没有人一出生就会做坏事 做坏事的原因 并不在于人本身 而是因为他们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孟子以树木茂密的山为例 解释当中的道理 山上的树木曾经是非常茂盛的 但是不知何时开始 人们开始上山乏树 牛和羊也把山上的草吃光了 就这样 那座山就变成光涂涂的石头山 有人经过那座山就说 那座山啊 本来就没有树啊 事实上 山的真面目并不是这样 只是因为民众的过度砍伐 以及牛和羊的践踏 才会令它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人的本性也好像这棵树 不能够具有一棵善良的心 主要是因为环境使然 良心也是同样道理 如果有人总是不断地 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做事 那么总有一天 他就会变成一个没有良心的人 老师 这次我总算明白了 你真聪明啊 读书破万全 夏明亦如荣山 画家与大方式 昨儿来碰到 寺山 沉上去探平 不尽有缜雨 三千年经典 两半年初 dropdown 香 心雨 似流水 鞋马 踩油墙 指着滴滴 自然的消瘦 读书风环球 下不一幕表山